大小姐又做了什麼事情 他在疫情期間這三年 他自己買不到疫苗 也不准別人買 去阻擋疫苗 這個事情 台灣早早就知道 可是現在在國民黨黨內出選 郭台銘提出來了 因為郭台銘是被阻擋的 其中的一個人 他一直阻擋的理由 就是怕人家罵他 民間都買得到 你買不到 你當什麼政府 就怕人家這樣講 所以他一直阻擋 那第二個他要護航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現在疫情也結束了 民進黨一直護航他 護航到疫情都結束了 他還沒有獲得國際的認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場多麼荒謬 以人民的性命 然後為犧牲 來鼓勵一家公司 可以看到 蔡英文是多麼的韌性 你在家裡當代表一點韌性就算啦 當你主持一個政府的時候 你韌性的話 哈嘍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一個人來到 我是主持人董之聲 每週六晚上九點都是由 我董之聲在這邊為各位主持 今天的節目我們在中間YouTube頻道 還有跟傳媒都有雙開的直播 歡迎各位朋友都能夠 雙雙來按讚 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各位朋友四個動作喔 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 在這裡感謝大家支持 也歡迎大家繼續加入我們會員 可以收看到不定期的發誓 期望大家能夠積極加入會員 以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各位好朋友 歡迎收看這一期 有梗來報 梗梗星河一統歌啊 其實現在台灣最有名的不是董哥 台灣最近有一個最有名的綽號 叫大小姐 大小姐又怎麼了 前台灣都知道大小姐指的是誰 就是在台灣執政七年的蔡英文 那其實這個綽號其來有之 因為蔡英文家就是一個有錢人 那有錢人就比較不了解民間的疾苦 那很多人雖然有錢他白手起家 他知道自己怎麼打拼 蔡英文是不知道的 大小姐又做了什麼事情 他在疫情期間這三年啊 他自己買不到疫苗也不准別人買 去阻擋疫苗 去阻擋疫苗 那這個事情 其實 台灣早早就知道 可是現在在國民黨黨內出現 郭台銘提出來了 因為郭台銘是被阻擋的 其中的一個人啊 那很多人講 郭台銘你就是要造勢 當然這是造勢 就是因為他黨內出現 現在國民黨還沒徵兆嘛 郭台銘講的事情我兩年前就知道 所有內容 包括我們為什麼買不到德國的BMT 因為我們要求 上面要賣獨立的台灣政府 德國人就嚇到了 你買疫苗我賣你疫苗 為什麼搞成這麼政治 對不對 是表示我支持你們 台灣執政的蔡英文政府是個獨立嗎 那我撿入這個風波幹什麼 那時候每個人都在搶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 賣方市場 不是買方市場 各位朋友 你要想想看 在台灣 很多人我們要清楚 說我們自己在 有多少分量做多少事 不要在那邊吹牛 那當然啦 你說他阻擋郭台銘 不只郭台銘嘛 郭台銘被阻擋 一個多位 他很生氣啊 當天晚上 寫信給蔡英文 然後第二天 上午他把他PO在臉書 那郭台銘當然有蠻多的追蹤者 他是台灣首富嘛 所以有媒體就報導了 郭台銘說我一定要見總統一遍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在主持節目 中午主持節目 依照我判斷 像這種大小姐 被這樣有錢人大聲一寒 因為他為什麼叫大小姐 因為他家是有錢人 可是今天碰到一個更有錢的 台灣第一首富 這樣大聲一寒他就嚇到了 屁滾尿流啊 我說我在我節目上講 如果像這樣 搞不好下午就碰面了 我節目講完沒多久 就宣布下午見面 各位 那見面 整個 台灣的防疫團隊 就動起來幫郭台銘 那他們先前來阻擋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正言法師 台灣非常德高光重 慈濟功德會 那正言法師也被阻擋 他也非常生氣 我們是買來送給你 政府 送給你以後 我們不拿一毛錢 我們白送你都要阻攔 你是什麼意思 你以為我們是要拿 跟國外買來賣給你啊 然後好賺一手 不是嘛 所以正言法師也碰過跟郭台銘一樣的 對待 他也寫信給蔡英文 我要跟你見面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阻擋 蔡英文也嚇到了 所以蔡英文就跟他視信了 同時也馬上讓慈濟功德會 可以買五百萬劑 他們買的都是BMD 這是那時候的背景 然後蔡英文為了稀釋 因為政府無人 民間都買得到你買不到 他為了稀釋 他一直阻擋的理由 就是怕人家罵他 民間都買得到你買不到 你當什麼政府 你領那麼多錢 你們這些領高薪的廢物 就怕人家這樣講 所以他一直阻擋 所以我買不到 別人也買不到 那我們比較不會被罵 那第二個他要護航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現在疫情也結束了 民進黨一直護航他 護航到疫情都結束了 他還沒有獲得國際的認證 美國沒有 歐盟沒有 世界衛生組織沒有 高端這支疫苗 做完二期 二期還沒有報告 民進黨就給他 EUA緊急授錢 那結果呢 緊急授錢給他 已經一年半 快兩年了 一年九個月 然後快兩年了 現在還是沒有 那也不用做了 因為疫情也結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場多麼荒謬 以人民的性命 然後為犧牲 然後來圖利一家公司 可以看到 蔡英文是多麼的任性 你在家裡當大小姐任性就算了 當你主持一個政府的時候 你任性的話 可是喪失了人命 如果那時候買到了 早早就買到了 那老實講 少死很多人 我憑良心想 台灣本來在這種疫情下 本來死的人就不會很多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過去有SARS經驗 非常有警截性 發現不對 口罩趕快戴起來 勤洗手這樣 這是台灣人的個性 不必任何一個政府獎 因為SARS那時候 大家有這個經驗 那可是 新冠病毒比SARS還厲害 那最主要就是 你要防止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打疫苗 那他每天在那邊吹牛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 在民進黨的政府裡面 他們因為掌控台灣90%的媒體 所以他好像很風光 那台灣最不堪的就是媒體 真的就是 全世界任何 民主國家媒體都是監督政府的 政府做不好就罵 就說你應該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就監督嘛 批評嘛 台灣的媒體是專門在歌頌 民進黨的 百分之90以上 然後每天做假新聞 批評在野黨 所以你在台灣看電視 會以為在台灣是 中國國民黨在執政 因為所有電視台都在罵國民黨 從初一到十五 連西已經罵七年了 你以為國民黨在執政 不是啊 而是台灣這些媒體不成才 所以我們才要出來做耿耿心和一董哥 因為我是媒體人 我看到這些畜生媒體 我看不下去 真的就是這樣 大小姐太焦重了 太任性了 那她在台灣 執政已經七年了 過幾天 各位朋友 真的就過幾天就是 五二零 所以我們看到了台灣 很多東西其實做得很不好 但是媒體是歌功頌德的 媒體每天講 哎呀蔡英文做得好棒棒 那你看了這是要吐血 我講這種吐血 絕對不是那個 她每天催你說 你看我們經濟多好 經濟多好 你知道GDP吧 台灣 今年第一季GDP 副成長3.02 我今天公佈是主基礎自己公佈的 台灣政府自己的主基礎公佈的 那我們去年的第四季 我們 今年第一季當然就今年一到三年 去年的第四季就是 去年的十到十二月嘛 我們去年其實已經 副成長了 0.41啊 可是好像也沒有什麼媒體警戒 就是說啊疫情 疫情人家 其他國家在成長啊 你為什麼去年就開始了 那真的我現在講很多人說 去年有公佈過我們副成長嗎 有 0.41 那一到三月就是今年第一季 我講今年的四月好了 現在五月還沒結束 還沒有統計 今年的四月出口成長 負 13.3 好嗎 從來沒有啊 是不是 我今天所講的數據 前面都要加個負喔 那 那 我們其實已經 八個月的副成長 只是 越來越厲害 那 我們如果 以 新的數據來看 今年的一月到四月 今年的一月到四月 比去年同期的一月到四月 我們衰退多少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衰退百分之17.7啊 我努力的去把很多數據把它統計出來 那這是什麼情況 這是十四年來最慘的 過去會慘 因為十四年前有金融海嘯 所以這是金融海嘯以後最慘的 現在全世界也沒什麼海嘯啊 現在全世界只有看到蔡英文每天在講大話 那所以你把這些東西把它拿出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的貿易喔 現在轉單很差 為什麼很差 我告訴你啦 很多人都講很多原因 那原因都不一定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會好 是因為我們出口到中國大陸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中國大陸現在有對你怎麼樣嗎 中國大陸沒有對你怎麼樣 他ECFA照樣 他要買的照樣買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 要台灣的需求降低 害台灣現在不成長 因為中國大陸被美國人抵制 美國人也不買 盡量少買中國大陸 所以他自己被美國抵制 台灣開始好高興 抵制得好啊 因為蔡英文政府是台獨 他仇宗嘛 所以看到美國 他打不過中國大陸 看到美國說 我大哥要出手了 這個大哥一出手 當然就搞經濟 經濟怎麼搞 如果抵制中國大陸的貿易 我們盡量不買他 我們叫周遭所有國家不買他 我們大家去買誰 買墨西哥 買愛蘭 泰國 他就去買這些周遭的 因為怎麼講 其實全世界是一個 一個生產鏈 大家分工 有些國家比較有錢比較先進 它發展比較高科技 譬如講 芯片 芯片在台灣叫做晶片 那芯片 它最上層的 美國很多人會設計 因為美國很多大學大家就設計 設計是最上層的 那我設計好我要來賣 譬如說我這家公司 我專門在做一個飛機 這飛機我要怎麼樣的芯片 就是晶片 我要怎麼樣的規格 那我要客製化 我這種飛機跟其他公司的飛機 是不一樣的 我這家公司的 汽車跟其他機械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要客製化 客製化我要多少數量 要請人家代工 代工就是像台灣的台積電 在台灣台積電是第一流的企業 可是它在晶片它只是做代工 它沒有設計 最高端就是對不對 所以它是每一層每一層大家在負責 那有些人負責什麼 代工以後出來叫做封測 你常看做封測大廠 其實封測大廠就是在幫晶片做一個 匕首的一個工作 封測 開封武的封 測是測量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每個人都有一個封工 就好像一輛汽車 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工業是什麼 就是汽車工業 很多人不知道 我告訴你真正是汽車 汽車有1萬2萬個零件 它裡面的廠商 不是說它是福特汽車 它是哪一家有名的 比特克來斯熱喝水 不是 這家汽車裡面 它是很多各國的零件來組裝 它可能 這家公司最主要它就是做引擎 引擎當然是最主要 可是其他的 那就不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全世界都是一個豐工的產物業 那當美國去抵制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沒有抵制台灣 因為你抵制我 我東西就賣得比較差 我就不必進那麼多貨 我過去 對不對 這種草席 我出1萬張 一個月出1萬張 你現在 你不願意買我的 我只能自己國內 或者周遭其他國家 本來美國每年跟我買 3000張 那這3000張 因為它抵制我 我3000張就不要 那我就不必要跟台灣 禁它的原料 或原料禁少一點 所以 所謂的中美大戰 影響到台灣現在的經濟 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還在怪東怪西 然後只看到自己節節掰對 還不曉得原因出在那裡 那蔡英文政府 他當然 因為他這政府就是 每天都在鬼混 我講鬼混真的是有道理 他們真的是執政為了撈錢 撈錢就是在想方設法 用這些錢 放自己家裡 放自己口袋 然後丟出一點點養樁腳 養媒體 養網路 網金 那這些網金水金 到處 到處替他們 去帶風向 然後說他們做得多好 我剛剛 隨便講一個經濟的數字 這數字就是包括整個台灣 整體的情況 光這樣你一聽就 蒙了 這政府在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因為他努力的在撈錢 他很認真打拚的在撈錢 就這樣講 所以大小姐 大小姐你對他了解多少 很多人不知道 他爸爸 蔡傑森 在日本人佔領台灣的時候 跑去日本 然後幫日本人修飛機 大家知道日本飛機在重慶 隧道炸死多少人 然後在整個中國大地炸死多少人 然後後來他們覺得 越來越了不起 他們就去炸美國人的珍珠港 所以 拖襲珍珠港就這麼產生了 蔡傑森 那時候做的 那他就懂了一些工業 後來日本戰敗 如果照台灣那麼多人 去幫助日本人侵略 照講台灣人是要被清算的 但是 中華民國 蔣介石 他們站出來的時候 沒有 我們 台灣是我們的同胞 他被占領是被迫的 他是受害人 所以全世界沒有保護台灣 就是 照講你 配合侵略者 在全世界法律 國際法或者規矩裡面 你是要受保護的 所以台灣就變成一個受害者 就獲得很多保護 那因為他的媽媽 他的祖國 中華民國保住他 那當然 那個時候是1945年 大家記得 那時候抗戰那麼久 那 蔡傑森就從日本回來 回來以後 他回到他家鄉 屏東的豐港 休息一陣子以後 那時候我們知道 因為國共內戰了 台灣光復以後 日本人戰敗以後 國共就開始內戰了 內戰八年以後 那時候台灣的政府本來很危險 可是 1950年發生了韓戰 韓戰美國大擠支持 南韓就是大韓民國 那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國 就搭起支持 同為共產黨的 北韓 就是北朝鮮 所以韓戰就是 兩邊就搭起來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美國認為說 他們很大的兵力要翻開台灣 因為台灣跟中國大陸是對抗 所以那時候台灣本來很多事情很危險 所以就進駐了非常多美國人 他駐紮了以後 大家知道美國那些大兵 生活是很浪漫的 他們只要休假 他們就要浪漫 所以蔡傑森就去做這個生意 這個生意就是開酒吧 五天讓美國人玩 這個在台北的中山北路 所以蔡家就有錢了 就馬上就有錢 購去賺日本的錢 現在賺美金 然後就哇 蔡英文就在這種環境出身了 那時候美金 在中山北路有非常多的 因為他們的經營 很多都坐在這裡 所以在中山北路 那時候 就有非常大的 汽車的美金的吉普車車輛 他們有時候要整修 蔡傑森就開了 就是現在的北七海霸房 大家叫他說 風馬俱樂部 就類似這樣 那後來又開了一家汽車廠 也是在中山北路 這個汽車廠在哪裡 在現在的京華飯店那裡 那時候叫中山四號公園 那開在哪裡 那美金開車來修 這些美金年輕啊 他們沒什麼事情 那時候也沒 除了喝酒 那是晚上的事嘛 找樂子 那白天呢 所以他那邊就蓋一個球場 美國人喜歡打籃球 那我為什麼知道那麼清楚 因為我一個朋友 小時候住那裡 那他家也很窮 可是他爸媽是受過 日濟時代受過高等教育 爸爸是畫家 媽媽呢 媽媽是一個音樂家 懂鋼琴 懂小提琴 那 蔡英文出生的時候 我這個朋友也出生了 我這個朋友姓廖 他家人 蔡英文他家人 每天要送蔡英文 來上音樂課 他說他每天看蔡英文 綁著兩個小辮子來他家 他就好羨慕 當有錢人真好 那當然啦 現在情況不一樣 他現在不是有錢人 還是大小姐 那我這個朋友姓廖 他叫廖記編 記細的記 文武編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律師 過去當過檢察官 他考上台大 我說你跟蔡英文 台大法律系水早水晚 他說我們同班同學 那你沒有去追大小姐 他說我們哪敢追大小姐 他說我們那時候班上 以前那個年代 大家都不會有錢 只有他們家有錢 他說我們班上有兩個人 是開車來上班 學生喔 那個年代喔 那個年代是什麼年代 對不對 大家想想看 1960年左右 他說一個就是蔡英文 一個是蔡明忠 蔡明忠 爸爸是台灣十大首富 蔡萬春 蔡萬年 蔡萬春兄弟 大家知道 國泰集團 那還情有可言 蔡英文也是這樣 所以 各位朋友 你們知道 大小姐不曉得人間疾苦 其來有志 可是 她的韌性 讓很多人 喪失性命 這是她七週年 她如果回顧的話 會發現了 很多 人 很多亡魂 可能在瞪著她 今天謝謝收看 謝謝 嗨